HELLO 你好我是羅斯豪 今天換我們來為各位介紹的話 是我們本世代最強的四號位建模 那今天的話我大致以兩個方向來做四號位建模 各位可以大概了解一下 那第一個的話就是我們 Yes Added Combo 這樣方向的一個球員 當然我也盡可能的推薦是 你可以在公園或是MC 都可以打出不錯成績的一個建模 那首先字母哥本身的話 三分球其實並不是他最主要的武器 所以我這邊的話幾乎是一點三分球都不會給他加到 但是他在抽高的一個身材下 依舊保持著非常可怕的速度 那這也是我們這個建模最主要的一個重點 並且擁有非常可怕的籃下切入能力 那這個的話是我們最主要所做的一個建模的重點 那首先我們先來想一下 我們的餅毒物的話應該是用哪一個 那首先第一個推薦的話 我就是覺得是要以紅為主的這個餅 這個餅基本上你捨棄了所有在外線的一個能力 但是你極限的增強的切入灌籃 以及內線防守的一個能力 這個也就是我們YASS ATT COMPO所需要做到的一個事情 那並且在體能方面的話 我們這邊就可以以一個速度彈跳能力 來當中我們最主要的這個餅 今年其實力量關係到非常多關於灌籃方面的一個能力 但是你的彈跳能力也千萬不能少 如果你是要以原地灌籃為主的話 那你可能會選擇下面這個餅 但是我們這邊的話是要以切入灌籃為主 所以我們這邊會選擇上面這個 以速度以及彈跳能力為主的這個餅 那這裡的話就會有400點這個能力 那我們這邊的話先把近距離突然加到83平分 那其餘包含切入上籃 切入灌籃以及原地灌籃的話 都給他加到最底 這樣子的話我們就會擁有16個終結徽章 三分球部分的話我們可以選擇加一些 三分球大部分的這個東西都加上去 我們也只加到了最多最多六點徽章 但是如果我們把這些屬性 全部加在我們這個組織徽章的話 各位可以看一下 傳球技能度67 60平分的背籃控球 那我們這邊的話就稍微再增加一下我們的控球 沒錯我們最多的話也是可以卡到六個徽章 但是我們相對起來這個屬性方面的話 就不用加到這麼多 所以我們這邊的話會把這些點數加在組織上面 那接下來的話 你在進攻防守藍板部分的話 你就直接加到頂就沒問題了 那這樣我們有一個建範的話 就大致上完成了 接下來身材部的話 雖然我們是選擇要做成 壓制S的combo的樣子 我們這邊可能會直接選到211公分 但說實在的話 這樣實在把我們切入灌籃的能力下降了太多 並且速度上也是整體的下降 所以我們這邊會將它的身材一路往下拉到204公分 體重則是拉到86公斤 B材部門則是拉到最長的229公分 最後才智能力則是選擇我們的籃板好手 那我們這個建模的話就完成了 球星建模包含了 Sean Camp Joran Justin Jr. 以及Yanis Etcumbo 這個就是我們最精技的Yanis Etcumbo 並且是在防守方面最強的一個建模 好那接下來的話是另外一個版本的建模 這個建模跟上一個建模最主要的一個差異性的話 是它稍微弱化了一點點防守的一個能力 但是它又更加的加強了切入灌籃的一個能力 那在這個基礎下的話 它還多多少少有一點點可以投三分球的一個能力 那這裡相對起來的話 這個建模更加適合公圓一點 那上一個建模的話 可能比較適合在打MC的感覺 因為這個建模的話相對起來是更加全能一點 那這個建模的話 我也是參考了美國前五中鋒位的 YoBoss 的一個建模 那我們這邊的話 直接來看一下這個能力大概是什麼樣吧 好那我們這邊的話會選擇的是大藍小紅餅 各位可以看到這兩者之間的一個區別 我們這邊可以看到切入灌籃來到91 原地灌籃來到92 那防守部的話基本上還是以內線為主 當然我們來看到大紅小藍這個餅 各位可以看到在整體屬性方面的話 大紅小藍餅幾乎完全沒有任何差異性在防守的部分 但是我們這邊來看一下 各位有沒有看到 原地灌籃加了4點 而切入灌籃更是加了5點 但是其中在防守差異性的話 僅僅只差了2點 各位可以看到這個差異性是完全無法比擬的 一個加4加5 一個只加1或只加2 那紀錄等於天差地別的一個能力 但如果你選擇這個餅的話 你的防守就沒有辦法獲得紫牌的徽章 這個可是要注意一下的 那體格方面一樣是選擇 我們剛剛所選擇的這個 速度彈跳能力為主這個餅 那這邊終結能力的話 我們先把這三個點都加滿 包含了 近距離投籃 切入灌籃以及原地灌籃 這三個屬性全部都加到滿 那至於防守包含的話 也是全部加滿 這兩點是完全沒有什麼需要去質疑的地方 接下來是背籃控球 以及傳球精準度 這兩個屬性的話 都把它加到滿 這邊可以卡到11個組織徽章 那我們將剩餘的點數點到三分球投籃這邊 52其實就可以投三分球了 那最後再加這8點投到了我們的控球這邊 我們的這個建模的話就完成了 各位可以看到 終結24個徽章 1個投籃徽章 12個組織徽章 以及25個防守籃板徽章 身材部分的話選擇是205公分 換算身材的話也就是68吋 體重跟剛剛一樣是86公斤 而壁斬則是選到最長的壁斬 我們這邊一樣選擇籃板好手 這樣我們今天就完成了 雖然防守的徽章沒有這麼多 但是他這邊多增加了一些 組織以及三分球的一個能力 這是我個人認為這個建模 相對起來更加全面的一個方式 那如果各位想看到這個名字 是Anson Davis的話 這邊你只要讓體重直接拉到100 你的名字的話就會是Anson Davis 並且名字我個人認為也會更好聽一點 也就是我們全方位 禁區野獸 但我自己覺得我們4號位的話 還是要追求速度為主 所以我這邊更推薦將體重拉到最低的一個形式 好那以上的話就是我所推薦的 最強4號位的兩個建模 那各位的話都可以進行參考看看 第一個更加專注於防守 而第二個是專注於全能性的一個能力 那各位可以依照自己的樣子 去做自己最想要的一個建模 那以上的話就是我們今天的這個影片內容 那如果各位喜歡這影片的話 別忘了下下方訂閱並且開啟想到隨時觀眾們 最近的影片的動態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 掰掰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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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K 优独播剧场——YK